因为我知道关关是第一次当队长 然后当然他其实很尽队长的责任 就是很谢谢他尽这么多的心力 但是我希望就是 你可以多听一些队员的意见 因为其实就是 我知道因为你可能 你的抗压性比较好 然后因为你是一个舞台 就是很常上大舞台的歌手 但是因为可能我们其他团队 对于唱歌这方面 没有这么的熟练 他们是其实是很害怕的 所以在时间很近的时候 突然在做一些改变 或者是加一些东西进去的时候 他们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就是我们希望 下一次公演的时候 我们可以尽早把所有东西都决定好 然后就是以这个决定好的结果 去多练习 就是我们不要在很近的时间的时候 再做任何的改变 内容发想的部分 这个是我觉得 有时候会有一些无力感的 今天晚上要交歌或是给一个答案 然后我就会希望大家可以多给我一些 想法也好 你有什么提议 你想要做的 不想要做的 但是这点是我一直 比较难等到的 就是我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 还是尽量多可以大家一起沟通一下 就是我们其实每一次 譬如说对名 我们都有投票 可是最终都不是用投票 我们大家最喜欢的那一个 那我们这次包括选歌 我们也都有投票 投我们自己 每个人觉得自己擅长的 但最终 唱出来的时候 最后确定这首歌 又不是我们当初票数投最高的 所以我们就变成 这个投票就变成没有意义 其实我是把自己当成在全明星的时候 就是即便今天有工作 也会把工作剩余的几个小时 都留在就是团列里面 然后 但也不知道 要不要大家都一起要跟我这样 因为我常会听到有人说 就是我觉得太难了 或是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也很 或者我觉得有一个折衷的方式就是 大家投票完之后 假如说 比如说今天这个公演 这个领域其实是队长这边比较OK 那如果你有你的想法 例如你说你觉得 应该要有一点延展性 或者是掌力的话 你提出这样的意见 然后我们再来做投票 就是他们对唱歌领域 没有那么强项的时候 他们又不敢说 这首歌我可能没办法唱 他会觉得说 我已经不会唱歌了 然后我还要出一大堆意见 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应该是这样子 但我觉得以后就是大家觉得 这首歌你自己没有办法驾驭 或者是你非常想要做什么事情 大家都勇敢地说出来 就不会拖拖拉拉 委婉 就是一直委婉地说东说西这样 反而或者是大家心里感受不好 也没有说出来 对